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我们吃素食材可以尽量的丰富一些 今天我们就来做这一道 插起简单又美味的松露会食酥 食材丰富,营养满满,一起来看看吧 各种颜色的新鲜蔬菜 清洗干净,再来处理一下 胡萝卜斜着滚刀切成长条 玉米笋也是斜着切成长条 一小把芦笋切断 还准备了几朵新鲜的香菇切成厚片 青黄绿彩椒切成条 起锅把油烧热,放入所有的食材 全程保持大火,先稍微翻炒一下 放入一小勺盐 再继续把食材稍微翻炒均匀以后 倒入半杯清水 然后盖上锅盖,焖煮半分钟 开开以后再加适量松露鲜酱油 来点酥蚝油 香气浓郁的全酥黑松露酱来上一大勺 最后再适量磨一点黑胡椒粉 保持大火,把食材调味料翻炒均匀 把锅底的汁水收浓,就可以出锅了 香气浓郁,味道鲜美,色彩缤纷 吃过的小伙伴应该都会爱上 这样营养丰富又色香味俱全的美味蔬食吧 蒸汤 蒸汤 蒸汤